花莲县池玄疫症文化发展协会连续三天盛大举办了 池府千岁消温植服千秋文化祭 为花莲的瑞穗境内消灾祈福 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结束 花莲县池玄疫症文化发展协会连续三天盛大举办 池府千岁消温植服千秋的文化祭 为花莲县瑞穗境内消灾祈福 让疫情尽早结束 池玄疫症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谢忠林 以及总干事何彦伟 亲自带领众植士人员一同到瑞穗青年寺 恭请敬主释迦牟尼佛祖 神教全城徒步寻境以及众神将采接 在寻境途中举行了陆继除煞仪式 以及疫症文化采接表演 信众沿途前程随行 瑞穗青年寺主任委员陈廖安 更是全城参与并且协助指导文化祭的 相关流程 为了秉持持福千岁 普及众生的精神 持权会进行了回馈地方全境街道消毒 以及爱心物资发放疫局 瑞穗持权会的同仁 庆典结束之后 开始进行大街小巷 全境消毒 积极做好防疫措施 记者高双双 瑞穗香采访报道 勿赞虽